亲爱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平安 经上告诉我们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 所以当我们用信心领受的时候 神的话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驻伯特利的先知门徒 出来见以利沙 对她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她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 就近以利沙对她说 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 你知道不知道 她说 我知道 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 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 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椅打水 水就左右分开 二人走干地而过 过去之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 将二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 升天去了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后不再见他了 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 四位两片 他拾起以利亚身上 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 掉下来的外衣打水 说 耶和华 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打水之后 水也左右分开 以利沙就过来了 今天的主题是 求加倍能力的坚定信心 求加倍能力的坚定信心 也是我们所熟知 以利沙向以利亚求 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的 这个整的说明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第一节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 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 我想 从起初以利沙蒙召 就是要来接替以利亚做先知的 如果我们看 列王纪上的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那里 当以利亚跟 这个亚哈并耶喜别巴黎的众先知 得胜的时候 天火降下来 但是后来约喜别又要追杀以利亚 以利亚就逃亡 一直到一个山洞躲起来 耶和华神在用维身向他显现 并且鼓励他 但是耶和华神也同时指示以利亚 如果看列王纪上十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耶和华神对以利亚说 你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 高耶护做以色列王 高以利沙做先知 来接替你 十七节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 必被约夫所杀 躲避约夫之刀的必被以利沙 所杀 我们当时看 其实高哈薛高约夫是后来 到以利沙的世代才去行动 但是以利亚就第一步 第一步他就去找 以利沙所以 立王纪三十八章接着的十九节说 以利亚 早早以利沙 当时以利沙正在耕地 有十二对牛 所以以利沙自己是在第十二对牛 一个耕地到 有十二对牛 其实大概也看出 以利沙当时 他的身份应该是蛮富裕的家庭 所以他这个耕地应该是农场 家里的农场 父母在他至少也是少主 所以当以利沙 以利亚到以利沙那里的时候 他正在 第十二对牛那里 耕田 然后 以利亚就做一件事 以利亚把他的外衣 披在 以利沙身上 呼召他 来跟随以利亚 以利沙就去辞别父母 圣经说他就开始 服侍跟随 以利沙 以利亚 所以以利沙其实他起初 蒙召的时候就得到以利亚的外衣 但是我们看见以利沙的跟随 有时候我们对主 我们说深深爱你 但是其实我们是远远跟随的 但是以利沙跟我们看见的榜样 当以利亚呼召他的时候 他就开始不止深深爱神 深深爱以利亚 而且他是紧紧跟随 而不是远远跟随 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上面看 大家都知道 以利亚要升天了 要被接走了 但是 连先知门徒学校都知道 但是 不论以利亚 第1节从吉甲 第2节到 伯特利第4节到约利哥 第6节到约旦河 以利亚 都叫以利沙 在那时候就等候 可是以利沙一定对以利亚说 我指责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 我必不离开你 所以他一路跟随 直到最后的约旦河边 所以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第7节到第9节看 当时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时候 整个以利亚的先知门徒学校 大家都知道 所以第7节说有先知门徒去了 50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 两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以利沙 紧紧跟随 到了约旦河边 那不能过去了 但是第8节说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 用以打水 水就分开 两人就 走干地 而过 所以 门徒 先知门徒都还在 这一边 看的时候 只有以利沙可以跟随以利亚 一直跟到 已经分开的约旦河到对岸去 而第9节说 过去以后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只管求我 以利沙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的 感动我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的感动我 以利 以利沙 已经有以利亚的外衣了 但是他心里的渴慕 他还说 对以利亚说 求感动你的灵 要加倍的感动我 第10节 以利亚说 你所求的 难得 虽然如此 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 你若看见我 就必得着 不然 必得不着了 所以 接着 11节 他们正走着说话的时候 火车火马 将他们两人隔开 以利亚就呈 旋风散去了 12节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后不再见他 于是 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 撕为两片 但接着13节 他拾起 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 回去站在 约荡河边 并且 这也是他开始离开 以利亚离开以后 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14节说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 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 打水之后 谁也左右分开 他就走 约荡河过去 如果我们看后来圣经的记载 当然看神迹怎么定义 基本上明显的 以利亚行了七件明显的神迹 而以利沙明确记载 明显的神迹就有14件 真的看见 感动以利亚的灵 也加倍的 感动在 以利沙的身上 所以以利沙 在蒙召的时候 以利亚已经给他了 自己的外衣 可是 以利亚 升天走的时候 以利沙再次的 又得着 以利亚的外衣 所以 也算双倍的灵 也算双倍的外衣 感动以利亚的灵 感动在以利沙的身上 而且加倍感动 我们看见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 而以利沙竟然 还可以领受双倍的恩膏 这也要成为 我们的学习 我们一起 向主回应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从以利沙所求的 愿感动你的灵 要加倍的感动我 看出以利沙的渴慕 主啊 凡心里向你渴慕的 你都喜悦 而且你愿意成就 愿我们向着爱我们的主 总是有更深的渴慕 好叫更多的恩 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 如同以利沙一样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有的恩 我们下期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